林千玉当年闪嫁离婚男娇恩俊让爸妈戏炸,如今走过风风雨雨西下午渍却幸福到让人羡慕。 47岁的林千玉是台湾非常出名的女演员,出身演艺世家的她不但是重量级的资深演员石英、吴玲的女儿,更凭住自己的努力在演艺圈闯出一片天。 近日更出演本土剧是《奸情》,甘为人生让粉丝大饱眼福。 如今生活幸福美满的林千玉与演员焦恩俊在2014年终于复令终身,两人相识的这25年以来错综复杂的关系,让他们各自绕了好大一圈才回到彼此身边就定位,据说他们之所以相识这么久最后才决定在一起,都是因为。 日前林千玉接受专访时难得吐露寝室,她说1992年与老公焦恩俊是因为同演电视剧《军官与淑女》相识的,当年焦恩俊未与前妻离婚时常常带住一家大小到连家,时应姓林,做客。 不过自从离婚跌入谷底后,焦恩俊就常常来找林千玉哭诉。 林千玉坦言当时心想,有点出息好吗?你是个男人,至于为个女人这样堕落,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,因为她不忍在伤口上撒盐。 两人当时心想,关系一度从朋友升格为红粉之起,但没想到当这看似有定论时,焦恩俊却残酷地发简讯对林千玉说,我没有讲清楚,乃可能误会了乃在我心里的位置。 甚至连她的经纪人也公开表示她,知林千玉,就是个红颜知己,自己误会自己的身份。 分手后林千玉相当难过,因为她没想到掏心掏肺最后却换来一场空,因此在演员陈宇峰的介绍之下她转与演员依正交往,当时因为两人稳定了四年让外界都认为会终成眷属,但想不到最后还是以分手收场。 后来2013年林千玉终于与焦恩俊在加拿大附和,不过因为林千玉先前吃过焦的亏,因此在结婚之前特别对她说, 现在的林千玉,就是原本的林千玉,已经没有2007年容忍你的林千玉,现在你是正常的,那我也是正常的,已经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 她本以为李过婚的男人,不会再轻易结婚,所以还曾反问她,你想清楚了吗? 这段曲折的感情终于在2014年修成正果,不过虽然两人拥有光是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对方的默契,但毕竟没有在一起过日子的经验,直到结了婚才开始真正相处,所以林千玉有时被焦恩俊念的时候,会觉得自己很像她的前妻。 大而化之的林千玉表示,真的是结婚在一起生活后,才会更了解彼此的个性,幸好我们之间已经相处得越来越好了。 另外焦恩俊念的时候,另外焦恩俊念前妻有过两个女儿,但林千玉却坦言,虽然碰过面,但部署也不知道该聊什么,不过她会叫我阿姨,至于要不要判一胎,她也说,我不会生了,老公也说不要,高龄产妇有危险。 现在就享受过二人世界的幽坚自在。 林千玉幸福新婚的这两年多来,有时跟焦恩俊窝在北京,有时陪她回家以佩甲,亦或回到台北娘甲,甚至是一起到加拿大的家住,不过去年她无意再奔波就告诉她,你去商演,我在家就好。 变成一个很居家的老婆。 变成一个很居家的老婆。